打造外銷升級的鳳梨品質 規格化資料演算技術 坦白說農業的資料很難收集 很困難 數據資料收集 真的在這個產業發酵的話 至少要蹲三年 最終產出來的效益 才有可能逐漸放大 資料分析用在田間 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情 事實上有非常多在從事資料分析產業的人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薪水相當低 也是一個未來前景不是很看好的產業 但是我覺得其實它會需要有人 真正的投入到農業中 我剛開始踏入這樣的產業的時候 在田間所有生產者 大家也會覺得說我自己是最專業 那為什麼你可以跟我討論田間種植的事 農友他們其實很難可以去看懂 我們只要分析背後到底代表的含義到底是什麼 當我們可以用數據化的方式 去做產期產量還有就是規格品的預測 那當這三個東西可以算的時候 大家會開始對於資料 是我願意去相信資料 那一套軟體 我們可以得知一些即時的狀況 那我們在家裡 可能拿著手機就可以去規劃工作安排 我們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就去做所謂的精準灌溉 把符合採購商規格品的合格率 從50%提升到80%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成果 從事鳳梨的生產的時候 所有人在追求的都會是古生果 原因是它的價差其實非常大 它大概差別在1.3到2.2倍有 真的在做國外銷售的時候 選擇的是古生果 那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降低肉生果的生成 所以我們在鳳梨產季的過程當中 大家其實會最關心的是下雨 但是我們去年做完資料分析之後 有發現什麼樣的環境的參數 跟你轉變成是這種 肉生果的關係相當大的 土壤含水量跟夜溫 這兩個會是決定性的參數 晚上的溫度 事實上在台灣是非常少人在討論的 但是真正到晚上的時候 才是鳳梨果實真正在發育的時間點 台灣的鳳梨雖然相當的盛產 但是我們碰到很多是 糧綠的差別相當大 它們沒有辦法有效的 打入到國外的供應鏈市場 所以我們常是透過客觀資料 把可以自動化計算的 作物分析方式給建構出來 當今天氣候有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下個時間點 我要做什麼樣子的操作 我才可以在最終收貨期時 讓它趨於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規格品的產量 我們可以藉由科技的儀器 測說我們的溫度過低的時候 我們可以預防什麼 讓鳳梨比較不會受到危害 今年寒流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今年台灣的鳳梨 外銷要出貨的時候 鳳梨是處在一個還不夠甜 也還不夠熟的狀態 在長期的外銷跟交易上 其實都會是傷害 所以假設我們可以透過資料分析的方式 去建構出精準跟穩定化生產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那個對台灣的鳳梨產業 將來要做一個更好的國際市場競爭力 會是更有幫助的